平常不打折的苹果周边商品 在台北世贸的多媒体展全面打发折 再加上辣妹气氛更热了 开始 辣妹和民众努力将足球夹进盆子内 主办单位搭上市主热潮 请来比基尼辣妹为多媒体展场炒热人气 有些业者脑筋动得快推出全球第一台可上网的3D投影机 只要将投影机连上WiFi 就可在家线上观赏市主赛 目前全台湾第一台也是唯一的一台 内置有系统的一个投影机 本身你只要把电源插上去之后 它可以接受WiFi 用WiFi上网还有有线网路上网 投影机还附有3D眼镜 可将2D画面自动转为3D 让画面更加生动 配合穿戴式产品正夯 厂商也推出智慧手表 只要连接手机就能直接通话 喂你好 另一款还可以侦测心跳跟呼吸 为你的健康把关 表的功能主要是除了一般时间的功能以外 还有一些就是技步 然后你行走的距离 然后卡洛里的消耗 然后也可以透过跟手机的连接 监测你的睡眠状况 为了抢工暑假3C旺季 各家厂商寄出优惠 包括买都教授代言的75寸三星电视 旧送48寸电视 还有iPad 2展示机7000有找 平常不打折的苹果周边商品 也全面打8折 民众乐得抢便宜 比较想买电脑 就是看有没有比较新的电脑之类的 有优惠 就有学生 而且今天是学生 就是招待免费进来 他们可能很多人要一起杀价 也比较会有优惠 比较多赠品吧 对啊 想说来捡便宜一下 业者预估这次参展人数 会比往年成长两成 上看33万人次 周休假期可能吸引更多 抢便宜的民众前来 郁灯TV 陈君杰 陈建良 台北报导